由同学问我 现代这个社会 五欲六成的诱惑 普遍而且强有力 所以修行人 感到非常困难 怎样能够保全自己 而不受诱惑 难了 真难了 多少触发心的菩萨 触发心都是善心 没有几年 经不起诱惑 退转了 堕落了 比比皆是 一万人当中 难得有一个能保全 您是多可怕 古时候修行 成就容易 为什么呢 外面诱惑的力量 少 而且诱惑的力量 没有现在这么样强大 容易保全 现在呢 非常非常非常难 我们就是以我们凡夫 这个见解来说 古代这些 族司大大门 如果他 如果他生在 今天这个社会 可能呢 也大半呢 也都堕落了 他的运气很好 他生在那个时代呀 我们运气不好啊 身在这个 无浊卧室 坐卧到极处 这么一个环境 这个污染 不必你去找啊 电视 广播 杂志 新闻 天天送到你家里来 你六根 所借出的 无疑 不是染住 无疑 不是诱惑 你能经得起吗 财色名诗税 色身相为出发 所以说 你有什么能力抗拒 你不能抗拒 你就不能成就啊 那么修佛 我们很清楚 很明白 佛法无比殊胜的利益 在哪里呢 在你阿赖耶里面 种一个金刚种子 如此而已呀 你要想在这一生当中 这个种子 能够发芽 能够生长 开花 结果 哦 那不容易了 那怎么样呢 那你要经得起考验 你要不受染污 你的成就 超过古来这些祖师大德 祖师大德没有经过 这么严厉的考验 你能够经得起啊 那你一成就了 劣带祖师大德 见到你 没有一个不佩服啊 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不一定能成就 你在这个环境能成就 希望 殊胜 祝佛如来 都赞叹 这个道理不难懂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 要怎么样 才能在这个时代修行 保全成就 这是我们当情 非常希望知道的 应光大师教了我们一个方法 把十字贴在额头 佛经上面 有一个故事 很有启发性 这是师尊 当年在世的时候 有一位过往 也是听佛说法 听到佛 将不受 无欲流程的 影响 不受外面境界的 影响 他很疑惑 这不容易做到 佛叫他做个事 监狱里面 有一个死求 判了死刑的人 过往告诉他 他说 我叫你头上点一个锅 这个锅里头 监狱里头盛满了油 你从监狱里的出来 有人带着你 从这个很热闹的街市 过往还特别 派来许多 像现在讲的 锅舞团 在这个 圆街表演 非常热闹 让这个人 让这个囚犯 顶着这一锅油 从这个地方经过 如果这个油 要是滴滴下来 立刻就置刑死刑 杀脱 如果到达 过往这一边 一地油 都没有滴下来 就赦他的死罪 过往 佛叫他 用这个方法 来示意 过往说 这个行啊 这个可以做得到啊 就找这个囚犯 那么这个囚犯 果然 从监狱里头 顶着这一锅油 到达过往面前 一地油 都没有 滴下来 过往就很奇怪 他是你 这么长的路 经过的 你在这个路上 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他给过往说 他说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什么都没有听见 奇怪啊 我拍了许许多多 国务团 源头表演啊 你怎么没有 看见 没有听见呢 他说 我念念心中 就想着 我死到临头 我这个油 一跌下来的时候 头就没有了 我就想着 这种事情 其他的 什么都不知道 过往对佛讲的 这个话 相信 所以 应光大师教我们 在现在这个世界修行 要把十字贴在恶头 常常想到 我要死了 这个囚犯 何以是不受外面 无欲流程的影响呢 念念当中想到 死到临头 所以 有影 没有看到 有耳 没有听到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他的心意 就集中在一点 小心谨慎 这一锅油 不能有一滴 滴下来 这样的心态 在无浊卧室 也能成就 所以印竹 写了一个死字 他是西方世界 大师之菩萨 在来的 他还要搞这一套吗 他不需要了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教我们的 做给我们看的 我们要常常看到这个字 世界人很讨厌这个字 不喜欢 我们修道人知道 这个字能救命 救我们自己的 发生会命 我们今天要跟那个囚犯一样 头上顶着的一锅 越有 只要有一滴 滴下来 我们就要剁 三途地狱 全心全野 一心向道 我们身在这个世界 跟这个世界人 活光通臣 丝毫不沾缘 出血 要知道 避免 这些热闹的场所 所以佛禁止 小城界里头 沙弥界里头 都尽致 这一切国无常所 不能去观听 不能去参与 为什么呢 怕你经不起诱惑 怕你在这个境界里面 齐心动念 一齐心一动念 你就堕落 这是佛慈悲 真实的教诲 那么这样修行 是不是觉得 对世界人来讲 是世界人觉得怪怪的 没错 世界人 是会感觉的奇怪 但是你要了生死 出三界 要想求神净土 那有大帮助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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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